也是食安問題 日前有民眾到連鎖火雞肉飯店家買白菜乳 在裡面居然看見了蟑螂 嚇得把照片PO上網 店家說事發當下就把款項退給消費者 後續也會在檢討整體出餐流程 台中市食安處也要派員去擠茶 盒裝白菜乳滿滿一盒 讓人看了食欲大開 不過裡頭卻有蟑螂身影 民眾發現嚇傻上網發文 民眾買到佳料白菜乳的地點 在台中西屯這家連鎖火雞肉飯品箱多元 用餐時間不少顧客上門 是要幫長輩買 好像沒菜啊 我覺得很意外 有 不過點開Google評論 這已經不是店家第一次被反映有衛生疑慮 業者說事發當下就將款項退還給消費者 強調店內都有定期消毒 後續也會更注意環境整潔 這東西都是限天當用的 人家這樣講我們是只能檢討 對 那我們步驟我們就是再去看 每個大家都要注意這樣子 對 每個環節 本案食安處已入案 將前往店家機查 若查或不合格事項 將要求店家限期改善 台中市食安處接獲通報 將派員前往店家機查 若是複查不合格 可以開罰6萬到2億元的罰還 只是又爆出食安問題 恐怕讓消費者無法安心 記者王文菲林博從台中報導 有數據 人家機查不可 公司 有數據